日前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传来消息 收益于销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星巴克第四季度财报利润增长34% CEO舒尔茨随即表示将在全球增开3000家门店 星巴克的门店销售额为何能够长期高于同行 舒尔茨是怎么让浓郁的意大利咖啡在全球铺开 中国餐饮零售企业能从星巴克当中学到什么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星巴克全球关闭3000家门店 已经退居二线的霍华德·舒尔茨重新出山 这并不是舒尔茨第一次拯救星巴克1982年 销售经理舒尔茨因爱喝一家名为星巴克的西雅图小咖啡馆的咖啡 选择加盟 野心勃勃的舒尔茨遭遇保守的创始人 他只能爱得离开 1987年 星巴克被出售时 舒尔茨联合投资人买下星巴克 带领星巴克走上了全球国商之路 从1992年登陆资本市场 星巴克在过去十多年里在全球建立了45个市场 拥有16000多家零属店 17万员工 在华店面达到630多家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给了星巴克一级重拳 重掌星巴克之后 舒尔茨放慢脚步 通过重塑品牌赢得了消费者和市场 所以品牌本来就是要制造溢价能力的 能够在消费者除了使用价值以外 还有附加价值的吸收 所以他定多少价格 这些部分都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市场接受不接受 或者是在消费者心里头中间 任何产品从来都没有贵不贵 只有两个 只有三个字 值不值 舒尔茨让星巴克重新专注于咖啡本身 而非售卖音乐CD 早餐三明治 以及更精细的饮料和食品 他花大价钱升级了所有的咖啡机 并培训了咖啡师 规范了意识咖啡的制作流程 甚至规定了倒牛奶的速度 他把星巴克的logo 换成更为简洁大方的图案 还引发社会热议 当然 深谙体验经济之道的舒尔茨 强化了星巴克作为顾客 在家庭和办公室之间的 第三空间的感受 作为CEO 舒尔茨表示 自己每周会去25家店进行体验 在意识咖啡的部分 他把它加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第三空间 你就是家跟工作之间的 一个第三空间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人模狗样的 打一个电脑 然后坐那儿做思考状 同时他的家具都很质朴 偏家庭形态 所以这些的部分 都是他有意识 制造的一个空间的环境 让你体验感 那么这个是值得 我们国内非常去学习的 我知道大部分这个餐饮企业 他们追求两个指标 一个是上桌率 一个是翻台率 那么什么是上桌率呢 是讲我的餐馆有十张桌子 我想尽一切办法 要把这个做满 那让这个空间感很挤 什么要翻台率呢 顾客来吃到饭以后 我们这个服务人员 我们老板都希望 这个顾客赶快离开 那黑布的这个一端上来 他就走了 这样的话 他可以赚更多的钱 舒尔斯在进行 外部品牌重塑的同时 对内同样在进行管理革命 他本人就说过 有两件事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一件是咖啡的味道 另一个则是对员工医疗系统的保障 不少人认为 这与舒尔茨儿时的遭遇有关 舒尔茨七岁那年 父亲因故瘫痪在床 没有任何保险和赔偿 身为长子的舒尔茨 与母亲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颠沛流离的生活 让舒尔茨懂得基层员工的需求 服务员流动力是相当的高 所以你要通过一种 比较好的有效的管理方式 去解决员工的流动性 借靠他们的忠诚性 那么这就 新巴克就是舒尔茨奇的 就是合伙人的管理的文化 那么这个合伙人 不仅仅是对内部的员工 对你的顾客合作伙伴 都是一个合伙人 经过四年的努力 新巴克在舒尔茨的带领下 重新回到蒸蒸日上的时代 全球铜电销售额增加7%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铜电销售额 增长8% 未来几年将在中国和美国 增开上千家门店 但新巴克也不能掉以轻心 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尚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家自制 而非进店购买咖啡 同时全球快餐连锁 麦当劳等对咖啡市场虎视眈眈 增速之快已经让星巴克感到压力 舒尔茨需要找到竞争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